台湾是全世界最会吹牛的防疫 我们的政府都还不知道检讨 现在卖的快塞是多少钱 PCR是多少钱 竟然再跟老百姓要收100块 而且要去排队 因为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整个的规定 没有人搞清楚 没有一件事情是朝前不处 我们就会整个医疗体系 像是香港一样崩溃 这个根本就是有政府会折腾老百姓 会羞与老百姓 台湾本土疫情大爆炸 医疗量已经在崩溃边缘 光是昨天担任确诊数44361例 已经是全球第一 对此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痛批 政府根本没有超前部署 更强调 未来台湾将有可能步上香港后尘 灾剂治疗初期新冠肺炎的药品 我们匡列了8400亿给政府 没有一件事情是超前部署 这是全世界的大笑话 世界最著名的时报杂志Time 说台湾是全世界最会吹牛的防疫 我们的政府都还不知道检讨 那么在今年的元月 我就写文章 也在电台说 Omicron它会疫苗突破 它挡也挡不住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软着陆 而不是在像香港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50%的人确诊 这样的话呢 反而会造成不可预料之外的高峰医疗体系崩溃 因为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规定 没有人搞清楚 你现在问医院的院长 问这个医事人员 问这个县市政府 问乡镇公所 问这个卫生局所 一头雾水 这个没有一件事情是超前部署 所以全民恐慌 这个就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非常的失败 但是他拿了很多的钱去做内外宣 比方说我们打疫苗 疫苗本身是不用钱的 是因为我们大家出了钱 但是打疫苗的时候呢 医师 护理人员 针头 酒精棉 这要收一个过号费 这是对的 然后呢 他要卖100亿 卖1亿剂 1剂100块 居然再跟老百姓要收100块 而且要去排队 现在你去看外面都在排队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 有政府会折腾老百姓 会修理老百姓 所以他整个疫情指挥中心大乱 那我们呢 完全不能够从别的国家的经验 全部在大内宣大外宣 所以他是什么 用疫情来挖你们的钱 第二呢 以疫夺权 要你们 听我的 要居隔 要管起来 要居家 再来呢 就是要霸凌所有的全民 所以他脑袋 他们脑袋很有问题 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呢 现在 民生凋庇 那现在又要 很短的时间 没有塞技 但其实塞技很简单 只要是十大工业国 他的政府而可的 我们以前 健保 进口学民药 甚至于这个专利药 只要十大工业国 我们找他的中位数 甚至还打人家七者 那我们呢 现在卖的快塞是多少钱 PCR是多少钱 这是消化 这个政府就是要来凌虐修理民众 所以这个是完全完全的错误 我们未来最坏的情况之下 就是像香港 香港700万人 最高的时候 一天7万个人确诊 台湾是香港的人口三倍 那最坏的情况之下 是一天21万人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整个医疗体系 像香港一样崩溃 一定要软着陆 增加对于高龄者 对于高风险者的疫苗的施打 就让他有疫情 但是呢 有些人得到 那就得到免疫 未经许可,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